庄周曾说,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并者也,强调了法度要顺时革新的道理。 鲁迅也曾有言,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强调了革新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可见不论社会还是个人都需要革新求变,然而人们如何才能确保革新带来的结果是发展进步,不是倒退落后呢? 《易经》中的革挂又是如何阐释革新之道的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革新之道。 序挂说,锦道不可不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锦,大家常常去用它。 那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很守规矩的,可是难免有些人呢,他就有意无意地乱丢东西。 就算每个人都规矩不乱丢东西,它里面呢,久而久之,它也会有一些变动。 一段时间,你就要把这个锦整理整理,所以任何东西,你不可能说,我这一次用完以后,我就百年不动它。 不可能,一定要有些调整,因此呢,它后面就受制于革。 这个革挂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东西用久了,当你事情演变越来越差的时候,那你就要革新。 革,它是要太旧换新的,把旧的,旧的什么?旧的不好的部分,把它去掉。 而不是说,凡是旧的都应该去掉。 我想这差得很远。 新的可以取代旧的,但是新的一定要保证比旧的更好。 这样才付不得要求,其实就我们个人来讲,你去换,换得好,换得坏,其实没有太大的伤害。 你看这件衣服不好看,我换一件,鞋子穿破了,换一个新的,房子老旧了,不够用了,搬家,这些也都是革。 那错了怎么办 错了有什么了解 就是损失一些物资 损失一些金钱 浪费一些时间 还有心里头 比较不愉快 如此而已 但是 如果国家的政治 它要革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听起来都叫人害怕的 就叫做革命 那是官父国迈民命 我们把它叫做非常之举 听清楚 个人只不过各金钱的命 政治 他可是要各老百姓的命 其实也不完全是老百姓 政府官员的命 照格不误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 叫做利不摆不变法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历代的变法 差不多都是失败的 就是因为他们要把格挂搞清楚 井水需要不断清理才能保持清洁 社会也同样需要不断改革才能进步 然而纵观历史 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受到人民的信任和响应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人们不希望社会进步吗 究竟什么样的改革才能赢得民心呢 革挂 他的挂词是这么写的 四日乃福 缘云力争 会亡 四日你可以把它解释说 可以改革的时机到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 时机成熟 人性思变 大家都非常欢迎的时候 你来革命 乃福就可以获得人民的响应跟信仰 但是这种说法是太天真了 你看历史上 大概很难出现这样的状况 老讲革命呢 它一定要先破坏 然后才建设 你没有看到建设的成果 谁会轻易地相信你 他只看见你破坏 而且使他的既得利益 受到很大的损伤 他怎么会支持你 他怎么会响应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 很气这种保守派 你是保皇党 你不求新求变 你阻碍革命 其实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你在旧社会 你有很大的权势 你享受了很多特权 你会觉得革命是好吗 所以真正的意思 应该是说革命这种事情 只有当你快要成功 或者已经成功 大家一定看到你的成果不错了 然后才会慢慢地相信你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说法 因此这个圆恒力争 变成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你的成果 慢慢获得大家的认定 你能够给我们 在破坏之后 带来大通大利大正 那我们就拥护你 所以后面才有个毁亡 毁亡的意思就是 本来是有毁的 后来慢慢消失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乱 他就觉得你又来了又来了 他有点悔恨 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呢 可是后来感觉到成果不错 所以他人民原有那些怨气 那些悔恨 那就很快就消失掉了 格挂的挂词告诉人们 格心需要迎难而上 做出成效后才可能赢得民心 然而格心毕竟是一个 破旧换新的过程 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 不到不得已 不能随便行动 那么到底到了什么情况 就必须开始改革呢 从格挂的挞词中 又能否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呢 我们来看段传 格 水 火 香 西 这个西在这里 最好加上一个火子盘 因为格挂的情况很特殊 你看它上面是对挂 下面是梨挂 对就是折 折里面有水 梨就是火 这个水跟火的关系是很奥妙的 大家先看大象传 因为那四个字就是它的核心 它说折中有火 它没有说折下有火 请问各位 真的 沼折底下有火 你看得见吗 那个火很快就被它整个熄灭掉了 那就隔不起来了 所以大象传很巧妙地告诉我们 折中有火 这才厉害 你看那个火啊 本来跟水是不相容的 水火不相容 可是它火居然有办法在 折当中在那里烧 这就厉害了 你水 想把火火灭掉 我火呢 想把你水 烘干掉 我慢慢来啊 我的热度 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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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可能是你折不见了 不是我火不见了 可见隔是非常激烈的 恶女同居 其字不相得 我们看整个的隔卦 上卦是对 它有两个羊 一个阴 所以它是阴卦 代表女性 下卦是离 也是阴卦 两个女性 同居在一个屋子里面 这不就是姐妹吗 但是这个姐妹啊 她好像没有什么亲情 老师我看你不顺眼 你看我不顺眼 那这个叫做 完全没有共识 其字不相得 那怎么办呢 你死我活 会把你斗活不活 就叫隔 隔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消除我的怨恨 那我怨恨的对象就是你 所以我要消除我的怨恨 我就把你干掉了 我想这样讲 大家都很清楚 为什么斗争那么激烈 它是有原因的 世日乃福 为什么说世日乃福呢 隔而信念 我这次革命 我是大功无私的 我是真正为老百姓的 我是为未来共同的幸福的 没有我私人的意图在里面 可是这种事情啊 你没有真正用成果表现出来 大家都是将信将疑 一定要等到 你革命成功了 成果展现了 大家才说 哦 原来是真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已经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了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其他不要讲 文明以悦 文明就是离火 它下句话是离 就是火 就代表光明 也就是人类的文明 以悦 悦是什么 悦就是对 对挂了对 加上个心旁 就是喜悦嘛 意思就是说 你是开创一个新的文明 但是你一定要让老百姓 能够心生喜悦 所以接着就说 大云以正 革而荡 其毁乃亡 革命非常有正当性 让人家感觉到 你做对了 悔恨才会慢慢地消失 慢慢地就开始接受你 天地革命 天地革而适时沉 你看天地不搞革命呢 天地当然要搞革命 你看夏天是不是把春天革命掉 秋天就是把夏暑革命掉 冬天出来 秋天就不见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事实的运行 对人类是有好处的 我们长期地住在这个冷气房里面 身体就是不健康 因为它里面恒温嘛 它没有什么事实的变化 你如果打开窗户 你生活在大自然的空气当中 它早晚就会改变 它早晚就会改变 然后你身体接受那种冲击 你自然会产生一种抗孕 抵抗力 就会加强你的免疫力 所以段词特别指出来 他说你要看到春夏秋冬 世袭运行 你才知道汤武革命 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它顺富天而运富人 段词最后一个小总结 革子是大义载 这个革命 你要看时机成熟 那个词就是决定你该不该革命 决定你革命要多长 决定你革命的成果怎么样 还有的 决定你革命以后 是不是常常又闹革命 夏朝皇帝夏节荒淫无道 商部落的国军商汤抓住机会 在内政外交上 采取了一系列强伤弱下的措施 积极做好了灭夏的准备 之后商汤还以停止向夏节进贡的方式 来试探夏节的实力 在确保其他诸侯都判离了夏节后 才一举灭掉夏朝 建立了商朝 格华认为只有这样顺应天时人虚的革命 才能成功 那么人们如何才能掌握天时的规律呢 《大象传》它首先告诉我们 这不是折下有火 是折中有火 那个火从底下居然冒到上面来 这股力量是很大的 你一时想把它灭掉 没有那么容易 那君子看到这种自然简像 他就想到 我们人世间要怎么办 所以他就说了 君子以智力名食 力就是力法 你看我们现在农力 尽管大家表现上是不用的 我们都用功力 实际上谁不用农民力 谁不用黄历 谁不用黄历 你要结婚 查查黄历 你要做什么事情 查查黄历 哪家不是这样 他为什么影响那么深远 就是因为老不先相信他嘛 黄历是什么 黄历告诉我们 在这一年 他的时令是怎么变化的 他记得是天运 而石呢 是人士 中国任何事情 他没有办法离开天人而已的 我们的石 为什么上面都加上一个天字 叫做天石 这个石明明是人的 跟天什么关系 天只能有立法 人你要不要照做 他尊重你 可是你千万记住 自作自受 我们现在可以讲一讲 孔子为什么始终被人家怀疑 怀疑什么 怀疑你是反革命啊 为什么呢 因为孔子当时讲一句话 他说 如有用我者 无其为东周夫 我还是为周氏来效命 那你保皇大 我们要了解 孔子的核心思想 几千年来都被严重地扭曲的 好像孔子一定要做什么 孔子从来没有说他一定要做什么 因为他的核心思想是无可无不可 是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就是因为石的需要 就是明石 这个石该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个石该做什么 我做什么 虽然这两种是相反的 但是都没有错 孔子升当春秋 春秋是什么状况 就是诸侯在哪里争霸 君臣香肠 可是再怎么样 他们都要下天子 以令诸佛 我这个诸佛要起来 我一定要把周氏的天子 拿到我这里来 只要透过他 我才可以号令所有的诸佛 苹果是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叫孔子帮助哪个诸侯 去推翻周氏 在当时来讲 都是霸逆不道的 孔子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可是大家在看到同样是儒家 到了孔子就不一样了 孔子就说革命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周氏已经没有这个控制力了 哪一个诸侯起来的时候 根本就不把周氏天子放在眼里 那在这种大环境里面 孔子就看中了一个人 叫做齐宣王 你来称霸 你来代替周氏 因为天下总要一统 你这样大家争霸 搞得乱纷纷的 那怎么行呢 同样是儒家 为什么我们眼中当中 我们就认为 孔子是反革命的 而孔子是倡导革命的 这矛盾吗 没有矛盾 孔子如果再活久一点 他不那么早就过世了 他看到战口的状况 我相信 他还会主张 既然周朝到这个样子 无可救了 推翻掉了 那个时机不同 你就要做不同的选择 而不是说要跟不要 所以我们现在人都很粗帅 要不要 什么叫要不要 这个时候合适就要 那时候不合适 当然不要 古人根据历法来判断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革新也要依据天使 在不同时机 做出不同的选择 此外 《易经》中革挂之后 便是顶挂的排序 是在提醒人们 革新要适可而止 这是怎么回事 现代社会中 革新者又该如何 可算用变革来为百姓谋福利呢 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 从来没有真正百分之百统一过 你要求那么多干什么 我们都是统一到差不多 我们就按下来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革挂之后是顶挂的原因 因为你老破坏 老破坏 这很麻烦的 你破坏就差不多了 赶快要建设 建设就是顶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老讲差不多差不多 就这样死可而止 差不多就是死可而止 革也是要死可而止 然后接下来 就要走上顶挂 秦始皇把六国灭掉 一通天下 当然是好事 可是他又制造了一个 后患无穷的 你看我们从秦朝以后 我们就是快速的 当然其实是漫长的 慢慢来 但对于我们整个看起来 好像是快速的 叫什么 改朝犯代 所以为什么革 它很重要 就是说你要看到 后面的问题是怎么样 而不是看当时而已 秦呢 它是中央集权的 全部是国家的 你们都没分 那全部都你家 那别人自然不服 就要把你家拉下来 所以就改朝犯代 改朝犯代 所以中山先生才说 这样不行 老是改朝犯代 那我要搞到什么时候 所以就下决心 把皇帝老子拉下来 改朝犯代 太过频繁 受苦的是谁 老百姓 水火是不相容的 可是老百姓呢 他偏偏就活在 水生火热之中 可见我们对这个水火 还是不够透彻的 还是不会善用的 所以不要小看说 格挂 折祸格 他就是去故业 他就是太久换心 那他就是怎么样 这种都叫做毒死书 你真正要去了解 每次格 到底替人类 带来多大的好处 可是人能不格吗 不行 那怎么行 人做错了 就要改变 改变也是格啊 所以格有大小 小事 你反正比较容易 看得到他的结果怎么样 你就比较放心去做 所以老百姓 他只能做小小的改变 你要靠他做大的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政府有些政策 老百姓一直反对 一直骂 为什么 你看不懂吗 你要等到十年 二十年才觉得 哎呀 当初这样真好啊 政府看十年二十年以后 老百姓 看连天 你现在增加税收 我就叫个连天 你现在随定涨价 我就骂你 那人家怎么做事 尤其现在更妙的说什么 说你要透明话 我不想怎么叫透明话 你跟老百姓讲 现在的涨价 那是因为我们收入多了 那他物价会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的去涨 这是很自然的 他会相信吗 没有一个人相信嘛 独体政府无人才会这样子嘛 我们薪水面涨那么多 你物价涨那么高 是不是这样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想到有一句话 说当家三年狗也嫌 你这个家里面演了一条狗 只要你当家三年 连狗看了你都不顺眼 你当什么家 我连吃都吃不饱 这些都是从格瓜带来的 很好的这个启发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放弃 该格还是要格 那我们就要顺天引人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六个谣 去看看 如何才能够顺天引人 谢谢 谢谢